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主要原因有几个 其中比较大的消息 就是今天一早财经新闻都在传 巴菲特90岁出手了 巴菲特所掌管的波克夏海瑟威 宣布收购了五家日本大商社的股票 包括伊藤中 然后三菱商市 还有三井物产 顽红 驻有商市 全部都是日本的大商市 比如说伊藤中 伊藤中已经是150年的大的贸易公司了 那你会说他只做贸易吗 没有 其实伊藤中是日本第二大便利商店 就是全家的最大股东 他持有日本全家50%的股权 而且他最近也宣布说 他要继续收购 把100%日本全家的股权 全部纳为己有 那同时伊藤中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也是台湾全家的最大股东 他占台湾全家好像是超过过半 50.1%还是多少 反正他是最大股东就对了 所以日本大商社 其实是很有实力的 而且贸易是做得非常严谨的 大家知道日本人做事是非常严谨的 你讲严谨也好了 你讲龟毛也好 你讲科程的分明也好 反正你可以看到 在日本公司上班的这些年轻人 不管老中青 每天一定是西装笔挺的 提一个公事包了 走在东京的路上 大阪路上 福岗路上 日本大城市 你看到他们的上班男女 其实服装都很整齐的 女生的OL就是一定穿套装的 就是一定化妆 日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 讲实在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文化 你在日本你生存不下去 你大公司上班 如果你不穿西装 提个公事包 你会被同事给逐出门 就是这样子 你女生OL上班不化妆 素颜 你会被逐出门 就是这样 好 那今天日本股市在这个消息激励之下 出现了收涨 抵消了安倍辞职的利空 这些商社的股价都涨了4%到9% 这个巴菲特果然还是很有实力 跟很有威力的 另外就是说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 因为他是安倍得力助手 也被传出他可能会接任安倍 因为自民党 日本现在目前的执政党 也是安倍 担任党魁这个政党 9月17号准备选出新党魁 日本的制度是这样 内阁的组成是由最大党来组成 那当然是由党魁来担任首相 那安倍从这个安倍是第二任执政 第二任当首相 他是2012年的9月上任 一直到宣布请辞 总共将近3000天 日本史上最长的首相任期了 那安倍在这个过程中 带领日本自民党连续六次国政选举 全部都赢 所以安倍很会选 这个安倍是一个很厉害的政治人物 应该这样讲 他在日本政坛呼风唤雨了十年 那今天我们不谈太多安倍 如果有机会再跟大家讲一下 安倍经济学安倍的整个故事 好那我们在节目现场的是 投家日报孙雄总监 清隆你好 穆华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今天是要来跟我们分析 继续分析你 你讲的这个绿能嘛 对不对 绿能你最近很看好绿能 太阳能对 太阳能面板航运 对因为我觉得 大家真的要好好思考 其实真的要靠投资这件事情 来帮自己在目前艰困的环境中 找到一条出路 因为其实像前几天 其实2008年的经济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 那个克鲁曼才提到 这一次的全球的复苏啊 他称之为 这个他讲他应该讲的是 美国经济的复苏啊 称之为K型复苏 什么叫做K型复苏呢 就是顶层的人啊 笑看鼓叫狂飙 但是底层的人啊 酬碳缴不出房租 这个这有点像是我们过去 大家用所谓的 M型化的那个概念很像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状态 其实上个礼拜啊 其实我觉得金融市场 出现了一个史上最狂的一周 就是前500大的富豪啊 就是他们一周啊 净资产增加了超过6兆台币 这个算是应该是史上最狂的一个 你讲的都是美国人啊 都是美国人 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蛮 美国人还是全世界最有钱的 最有钱的 然后增加净资产增加最多的 就是Amazon的这个创办人贝佐斯 他的净资产已经超过2000亿美金了 连伊隆马斯克这个电动车创办人 他的增加也超过1000亿美金了 就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 就是K型态的复苏 可能对台湾的投资人 可能不熟悉 我用N型话来重新来界定好了 就是目前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整个的金融市场啊 如果你真的有在参与股票投资 其实你才有办法在目前的困境中 去找到一条出路 像我这几天我有听到一些年轻人的故事嘛 我觉得这些年轻人 他们有些新的想法 就是最近我们的政府 不是不断的在调整基本工资 甚至把我们台湾的最低工资 已经拉到明年开始到两万四嘛 那对于年轻人来讲 但同时要砍劳保年金 劳保年金那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了 那感觉似乎好像薪水有提高 但是我最近有问题 两万四在台北也没办法生存 没办法生存啊 然后你两万四在南部花东 也许还可以勉强过日子啦 但也是很拮据啦 你在台北你随便租个套房 套房的话都要两万块台币 对啊 如果你租个亚房的话 也至少很远的 偏远的台北台北的周边 都要六千到八千耶 所以其实年轻人是相对较辛苦 在辛苦的过程中 我发现最近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有些新的想法了 这个想法叫做fire老板 他们一般总觉得 要想把老板给fire掉 可能是你已经财富看得相对自由了 或者是在中年的时候 你已经累到一定的资产了 但是我发现现在怎么有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他们选择在毕业后就fire老板 fire老板是干嘛 自己做投资 自己创业自己做投资 那又不是每个年轻人都是鸡排妹 还可以去投资情趣商品 自己当情趣商品的老板 对不对 老板那么好fire 那大家都去创业 对我那时候很好奇就问他们说 为什么一般像过去我们 在我们这个世代 总觉得我们就是 考到好的学校 就用功念书 然后考到好的学校 毕业之后 然后努力找到好的工作 这个是日本想法 台湾 日本人就是这样子 我就进到大公司 一辈子从一而终 对不对 其实我好像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想法 就好好念书 日本很好很好玩 如果你进到一个大公司去 你的薪水是怎么算你知道吗 怎么算 如果你是大学 好的学校毕业的话 东京地大 这些好的学校毕业 或者说 应庆 这些好的学校毕业 大概你一出社会 大概就是20 20岁就是20万日元 30岁就是30万日元 40岁就是40万日元 50岁就是50万日元 他们就是以年纪成基数 这样算薪水 所以你能够撑得越久 你应该薪水就会越高 这样 对啊 但是这个 这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部分 如果你到了一定的年纪 薪资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那企业在节省成本的考量之下 常常会砍这种 中高阶级的主管 所以就会出现 所谓的中年失业的危机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今天比较想谈的是年轻人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年轻人 竟然他们毕业业之后 已经开始不想工作了 可能一方面是因为 我们这一年以来 不想工作 不想工作 就想要专心投资 就是专心投资 那也要有本啊 钱从哪里来 你今天要专心投资的话 刚从大学毕业 哪来的本呢 对他们来讲 其实因为吃住 可能是住家里嘛 那因为出来工作的薪水 真的太低了 可能一个月就顶多 两万五三万块 他们觉得如果我只能 我如果我能靠投资 一个月能够赚 不用到两万五 我可能赚个两万二 我就可以把老板fire掉了 赚快钱 这个很危险的想法 这个还蛮普遍的 而且这个赚快钱 其实我们看最近的 这些当冲的比重 已经上升到快四成 当冲其实很多人会觉得 感觉风险很高 但是风险很高 另外一部分 其实当冲是五本神仪啊 他不需要 我今天买一个台积电 我不用一次拿个四十万出来 我只要去可能台积电四十 假设四百二十块买 然后四百二十三块卖掉 中间这个三千块 就是我赚的嘛 但是当冲还是有本啊 交易税手续费啊 对啊 这交易税跟手续费 但是他不需要拿那个本金 就那个本金 不用一次拿这么大 我就完全就是做那个价差 就是我最近就在思考 当冲的 因为过去啊 其实至少我这个年代啊 总觉得做短线交易 当冲这件事情 其实是不太容易获利 而且是比较是投机的行为嘛 所以我们一般都不太鼓励 但是现在目前当冲的比重 确实是不断的在上升哦 前九亿则新闻 光是今年当冲的贡献国库 好像就超过一百二十 到目前为止超过一百多亿了 对啊 就我讲的 市场最高了 对啊 交易税啊 那今年预估可以到两三百亿 三百亿哦 这个就有点像是庄家抽头 不是那个 我们不能讲乖筋 乖筋哦 对啊 这有点像是抽头啊 抽头的感觉 对不对 因为一般 就被抽走一百多亿啊 这个钱都是老百姓的钱啊 对啊 但过去我们不太鼓励 短线交易 是因为台湾的交易成本 是相对较高 那过去我有个统计嘛 就是假设你当股票 你假设好了 我们就台积电好了 台积电我们就四百块买 然后每次都四百块买 四百块卖 看起来好像价差没有损失嘛 就我每次就四百块买 然后四百块卖 那 一千万的资金啊 这样子连续做一百次啊 你知道一千万会剩多少吗 就是每次台积电 我都是在价差上都是不买 就是 没有赚钱也没有赔钱 就四百块买 四百块卖 这我们统计大概一千万的资金 会只剩下大概五百多万 嗯 这个少掉四百多万在哪里 其实就贡献给营业员嘛 贡献给政府 就是你 所以我们过去一直觉得 被干洗了 对 一直总觉得 你不要讲贡献给营业员 营业可能不服气哦 对啊 营业说是贡献给我们公司 我没拿到 我只能分一咪咪哦 所以我们过去常觉得 我觉得如果你是从事短线交易啊 其实最大的收获 对我来讲啊 就你就是可以赢得营业员的尊敬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 对 但是你实际上要能够赚钱 其实就我这个世代来讲 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我们确实在最近感受到 蛮多年轻人觉得 因为现在在多头嘛 所以其实大家觉得 想要跃跃一试 那在跃跃一试的过程中 其实我觉得当中比重的上升 大家年轻人已经有一些新的想法 其实你讲这我能理解 我年轻的时候也做过这种梦了 对啊 不用上班 我年轻就想说 我股票如果今年有两百万本金 我赚到四百 我明年四百赚到八百 我八百后年赚到一千六 我就会以后一辈子 靠这个投资股票来赚钱 对啊 其实如果你有 或者说投资股票来赚钱 结果后来哦 讲真的哦 我叫做梦醒时分 我觉得我还是得工作 但是有些人搞不好 不一定会梦醒时分 他搞不好 他会实现他的梦想 对啊 有梦最美 我希望啊 但是我的例子 就是告诉大家 我最后是梦醒时分 但是现在年轻人 其实蛮多人跃跃于是 反正他们现在机会成本 其实也没有很高啊 反正损失也不大 也是啦 而且他们非常乐中于 那个当冲 当冲 而且是那种玩那种 股票期货 玩全赠 他们觉得反正 本金赔了顶多就十万二十万嘛 其实我自己啦 好了 我们这边要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再讲 酒吧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的话题 引发很多网友 在我们YouTube留言板上留言 这个澄清一下 我们没有鼓励当冲 这只是谈一个现象 就是现在目前的确当冲很热 这其中也很多新手在里面缴获 那我个人是不赞成年轻人太过投机 你说偶尔做作当冲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吃饭的工具 讲实在的 我个人比较不赞成 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有工作 就是说工作其实不是只是为了赚钱这件事情 因为工作也有乐趣 比如说像我每天来酒吧主持这节目 已经十多年的时间了 那我其实中间获得了很多我的成就感跟乐趣 也学习到很多比如说庆隆来节目 很多来宾来节目 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的知识 那也可以自我的增长 所以我常觉得说工作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多元的目的 它其实不见得只是一个赚钱的事情 所以我常跟很多年轻人讲说 其实你将来 比如有些大学去演讲 我就跟他们讲说 你其实选工作 你就是四条路 第一个最好的工作是既赚到钱又符合你兴趣 第二个是能赚钱 但是不符合兴趣的话 还是赚钱重要一点 第三个是符合兴趣 但赚不到钱 第四个最差的就是既赚不到钱 又不符合你兴趣 这种工作你肯定别做 所以说你基本上就是去做这个排列组合 所以我觉得赚钱兴趣 如果能把它结合成工作的话 其实就是很棒一件事情 所以你说当充 他能不能充一辈子在家里面 这样充一辈子当成是个工作 然后你孤独的一辈子的 当然我们想说 我也反问很多 很多这个 在自己在家里面职业操盘者 他们一辈子这样子操盘 这样子 自己在家里面 其实他们都很孤独的 他们也都是 也有很多压力 所以一平才跟我讲说 那职业操盘者 好像每一次来节目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包括他说我也是这样的 有一个共同特征 其实我不是职业操盘者 我还每天出门 广播节目主持也好 或是上上电视节目 自己还有一些 赖的节目也好 那 他说有个什么共同特征呢 就是 人看起来都怪怪的 然后 人看起来怪怪的 有点怪怪的个性 就是说人看起来都有点怪怪的个性 然后呢 都很喜欢健身 健身 然后呢 比如说健身房 跑步 马拉松 都很喜欢这一套 我跟你讲 这很简单 因为健身运动可以卸除压力嘛 你当职业操盘人 有没有压力 当然有压力嘛 但是先知总是特别孤独啊 我们也不敢讲说 职业操盘人就是先知啦 这个可能也太高调了 就是说我觉得 职业操盘人会运动 其实也有他道理 因为第一个 他操盘完的时间 还蛮多的嫌疑时间 他运动 所以再澄清一下 我们没有鼓励当冲啊 我还是鼓励说 人要与人接触啊 来到社会有一份工作啊 这个工作当然 你自己去选啊 那那庆荣 呃 也也也听 也听你讲一下吗 因为当然还有人留言说 我们鼓励当中 其实没有了 没有啦 其实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去 我觉得年轻人 什么都可以去尝试 他其实 因为年轻人最大的就是他 呃 随时破产 都对他来讲 越早破产对他的学习的教育会越大 就不能等到40岁50岁再来破产 那个压力就会非常大 因为每一个股神几乎都破产过 对啊 除了巴菲特之外 对啊 那所以其实年轻人是各种方式 去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 我觉得都是我们所认同的 不管他的操作的方式是比较投机 我觉得都可以去尝试 年轻人最大的他就是 他有本钱可以去做各方的尝试 但是回归到投资这件事啊 我觉得你还是要把投资 股票这件事当做 你是把它当投资 还是当做投机 那如果是投机的话 当然啦 因为欧洲股神 柯斯团然你讲过啊 没有钱的人一定要投机 对 因为才有办法 让你的小钱变大钱嘛 那当你变大钱的时候 我们再来 做一些富贵稳中求 安心赚大钱的投资策略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 他想要把小钱变大钱 确实是需要一点投机的一个积极性啊 但是这个投机的积极性 有非常多的方式 有的方式是用 刚才有提到嘛 当冲啊 或者是做那种杠杆的操作啊 然后或者是用一些 异小博大的方式 但对我来讲 我自己的 把小钱变大钱的 反而是没有用这些杠杆的操作 反而去 我的策略反而是去寻找这种 产业经历过一番厮杀 然后当他产业开始恢复秩序的时候 他往往会创造出数十倍的 所以今天本来要 重点要讲太阳能面板跟航运嘛 对对对 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对啊 就是都是快速能够让小钱变大钱 因为其实像太阳能产业就蛮明显的嘛 就是我们这几个礼拜一直在讲太阳能产业 我觉得太阳能产业如果从股价的位阶确实很低啊 他从以前的茂迪曾经是股王 对啊 他已经掉到先前已经不到十块钱了 那这阵子涨了一倍上来也顶多在二十块 那他的十年现在三十八块 现在这个时候买茂迪已经赢过别人十年的青春 对啊 这个是觉得这是一个 其实他涨一倍了 对 其实涨一倍还是赢过别人十年的青春 那加上我们认为茂 太阳能产业确实在明年会看到蛮明显的复苏 而且未来我觉得整个复苏的力道会非常的大 那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有特别引用伊隆马斯克 伊隆马斯克其实就是特斯拉的创办人 这个也被誉为是美国技嘉博士之后最传奇的一个创业家 那伊隆马斯克他看好的产业啊 第一个是电动车产业 所以他创办了特斯拉 特斯拉的股价的飙涨也造就了伊隆马斯克的身价超过一千亿美金 那第二个他看好的产业其实就是太阳能产业 这个太阳能产业其实他认为现在目前全球的发电的来源 太阳能的发电量其实还不占还占不到一趴 那他认为未来的二十年应该会成长到三十趴到四十趴 是全球对啊 为什么他有这么看好的一个方式 第一个是因为人类科技的进步 会让太阳能的转换效能变高 变成我们在用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再生人员的时候 其实会发生发挥更好的效益性 那第二个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效益性 就是太阳能产业 他基本上他在这几年的一个供需的一个慢慢的调和之中 他已经慢慢的找到一个秩序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波太阳能产业 大家千万不要太过的轻忽 我觉得那是一个长线的多头才正要开始展开 那台股哪一些太阳能股可以做布局呢 因为你上次是讲说买这个美股的太阳能的ETF ETF嘛 那个是最妥当的 因为这个就省去选股的麻烦 那台股的太阳能产业系 我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只看好贸底这家公司 因为我可能我的研究范围还没有扩及到其他 还找不到其他公司长期的竞争力是哪里 因为我觉得像贸底既然以前台积电曾经看过他 而且曾经入股他 他一定有他自己的竞争优势在 那这个竞争优势不会因为股价的下跌而消失 他一定有他公司最核心的竞争力在那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曾经被台积电加持过的公司 其实我觉得也许他有闲于翻身的机会 那另外其实还有 当然有一些比较稳健型的太阳能产业 大家也许是像什么台大电中美金这种的 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了 但是我觉得最好的选择当然还是ETF 那如果你要从谷底翻扬的 我觉得贸底也许是思考 那航运呢 航运其实这波的涨势 其实是比较 常常今天又创新高了 创新高了 对然后运价持续的上升 那我觉得航运股 他们大部分的获利的表现 应该在明年会持续的上升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产业还蛮不错的 是叫做国际物流产业 因为航运公司他们是 不是飞机的就是坐船的 那其实物流产业这一块 其实我发现不管是中飞航 或者是捷讯 或者是台华控股 他们的获利都非常好 而且这几家本益比 其实都不到十倍 大概都在十倍上下 我觉得这个相对起来 其实是我觉得整个 当运价在走扬的时候 其实是有机会去上升的 那我今天本来还想谈面板产业 我觉得面板产业这一波的翻扬 其实像上礼拜好像 群创一天的成交量 还带到一百万张 这好像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堂股票 一天可以拿到一百万张的成交量 这样子 我觉得它主要是受惠于 因为全球宅经济 大家宅在家里 大家想要换新的电脑 然后想要换新的电视 所以这个面板的价格 可能会出现一个 原本我们认为面板的供给跟需求 原本的供过于求的缺口 大概是13% 那大概在今后 加上明年之后 大概会缩减到大概3%以内 所以我觉得面板产业这一波的复苏 其实也是看起来也是蛮 也是有它的那个 蛮明确的那个产品报价的上升 那加上台湾的面板产业 其实它又跨入到miniLED 那我觉得我个人其实是 比较看好友达 因为友达在miniLED的布局 看起来是苹果比较更加的青睐 我觉得未来miniLED的应用 应该是苹果会是最大众 所以我觉得 当然我们从投资上去 扩大你的报酬率 除了使用工具上 那找那种危机路 是在谷底的一些标的 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 好 那这个三个产业 就留待我们听众朋友 大家再去探索跟研究 非常谢谢神庆龙 我是老木华 我们明天见拜拜 拜拜 拜拜